朋友们,2024年4月3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 历代至上第19、20、21、22、23、24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历代至上第19章 此后,雅门人的王拿霞死了 他儿子接续他做王 大卫说,哈楠的父亲拿霞怎样向我施恩 我也要怎样向哈楠施恩 于是大卫派使者为他的父亲安慰他 大卫的臣朴到了雅门人的境内来见哈楠 要安慰他 但雅门人的领袖对哈楠说 大卫派人来安慰你 你看他是要尊敬你父亲吗 他的臣朴来见你 不是为了要窥探侦查而亲赴这地吗 哈楠就抓住大卫的臣朴 剔去他们的胡须 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 露出臀部 然后放了他们 他们走了 有人把臣朴所遭遇的事告诉大卫 他就派人去迎接他们 因为这些人觉得很羞耻 王说可以住在耶利哥 等到胡须长出来再回来 雅门人看到大卫政务他们 哈楠和雅门人就派人拿一千塔莲德银子 从美索不达米亚 雅兰 马加 索巴雇用战车和骑兵 他们雇了三万二千辆战车 以及马加王和他的军兵 这些部队来安营在米底巴前 雅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 聚集预备作战 大卫听见了 就派约牙和所有勇猛的军队出去 雅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 前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 约牙看见战阵对着他前后摆裂 就把从以色列所有金兵中挑选出来的 摆正迎战亚兰人 他把其余的兵交在他兄弟雅比山手里 他们就摆正迎战亚门人 约牙说 亚兰人若强过我 你就来帮助我 亚门人若强过你 我就去帮助你 你要刚强 我们要为自己的百姓 为我们神的城镇奋勇 愿耶和华照他所看为好的去做 于是约牙和跟随他的士兵 前进攻打亚兰人 亚兰人在他面前逃跑 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 他们也在约牙的兄弟雅比塞面前逃跑进城 约牙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派死者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 由哈大底下的将军 硕法在他们前面率领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 过约旦河来到亚门人那里 迎则他们摆正 大卫摆正攻击亚兰人 亚兰人就与他打仗 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 大卫杀了亚兰七千辆战车的士兵 四万步兵又杀死亚兰的将军 硕法 哈大底下的陈浦 竟然自己被以色列打败 就与大卫讲和 臣服他 于是亚兰人不愿再帮助亚门人了 历代之上第二十章 到了年初 诸王出征的时候 约牙率领军兵 蹂躏亚门人的地 前来围攻拉巴 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 约牙攻打拉巴 把他毁坏 大卫夺了米勒公所带的冠冕 其上的金子重依他连德 又欠着宝石 这冠冕就带在大卫头上 大卫又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 把城里的百姓拿出来 放在巨下或铁爬下或斧的下面 大卫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于是大卫和全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后来以色列人在基瑟与菲利士人打仗 护杀人西比盖杀了巨人族的后裔西派 菲利士人就被制服了 他们又与菲利士人打仗 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兰杀了加特人 哥尼亚的兄弟拉哈米 这人的枪杆出入织布机的轴 又有一次他们在加特打仗 那里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手指脚趾都是六根 共有24根 他也是巨人族的后裔 他向以色列骂政 大卫的哥哥 斯米亚的儿子约拉丹就杀了他 这些人是加特巨人族的后裔 都仆倒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历代字上21章 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 激起大卫赎典以色列人 大卫对约牙和百姓的领袖说 去赎典以色列人 从别字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 我好知道他们的树木 约牙说 远耶和华使他的百姓 比现在加征百倍 我主我王啊 他们不都是我主的仆人吗 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 为何使以色列陷入罪你呢 大王坚持他对约牙的命令 约牙就出去 来回走遍以色列 然后回到耶路撒冷 约牙向大卫报告百姓的总数 全以色列拿刀的 有一百一十万人 犹大拿刀的 有四十七万人 唯有立位人和贝亚敏人 没有算在其中 因为约牙厌恶王的正命令 这件事在神眼中看为恶 神就降灾给以色列 大卫对神说 我做这事大大有罪了 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因为我所做的非常愚昧 耶和华吩咐加德 大卫的先见说 你去告诉大卫说 耶和华如此说 我捏出三样灾祸给你 随你选择一样 我好降于你 于是加德来到大卫那里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可以随意选择 三年的饥荒 或败在敌人面前 被敌人的刀追杀三个月 或在国中三日 有耶和华的刀 就是瘟疫 让耶和华的死者 在以色列全境 私行毁灭呢 现在你要想一想 我怎样去回复 那猜我来的 大卫对加德说 我很为难 我宁愿落在 耶和华的手里 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 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耶和华将瘟疫给以色列人 以色列中死了七万人 神派遣死者去毁灭耶路撒冷 刚要毁灭的时候 耶和华看见就改变心意 不降则灾了 他吩咐那灭成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吧 耶和华的死者 正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那里 大卫举目 看见耶和华的死者 站在天和地之间 手里有拔出来的刀 身在耶路撒冷椅上 大卫和长老都披上麻布 脸浮于地 大卫向神说 吩咐赎典百姓的不是我吗 是我犯了罪 行了大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不要将瘟疫给你的百姓 耶和华的死者吩咐迦德去告诉大卫 叫他上去 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 为耶和华那座坛 大卫就照着迦德奉耶和华明 所说的话上去 阿尔兰回头看见天使 跟他在一起的是个儿子 都藏起来了 阿尔兰继续打麦子 大卫到了阿尔兰那里 阿尔兰观看 看见大卫就从河场上出去 脸浮于地向他下拜 大卫对阿尔兰说 你把这河场的地方给我 照着十足的价钱卖给我 我好在旗上为耶和华住一座坛 使瘟疫在百姓中停滞 阿尔兰对大卫说 请用这河场吧 愿我主我王 照你眼中看为好的去做 看我提供牛做繁迹 打凉的器具做财 麦子做树迹 这一切我全都提供 大卫王对阿尔兰说 不我一定要按十足的价钱买 因我不能用你的东西献给耶和华 也不能用白德之物献为繁迹 于是大卫为那个地方付了六百舍克勒 种的金子给阿尔兰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献繁迹和平安祭 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允他 失火从天降在繁迹坛上 耶和华吩咐死者 他就收刀入鞘 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兰的河场上 应允了他 就在那里献祭 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藏墓和繁迹坛 当时都在积变的秋坛 只是大卫不能前去求问神 因为他惧怕耶和华死者的刀 历代至上第22章 大卫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 这是以色列献繁迹的坛 大卫吩咐人召集住以色列地的寄居者 又派石匠找石头要建造神的殿 大卫预备许多铁 要做门上的钉子和钩子 又预备许多铜 多得无法可称 还有无数的香薄木 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 给大卫运了许多香薄木来 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脆弱 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 使民生荣耀传遍万国 所以我要为殿预备 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前预备了许多材料 大卫召了他儿子所罗门来 吩咐他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大卫对所罗门说 我儿啊 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 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可是耶和华的话 领导我说 你流了许多的血 打了多次大仗 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因为你在我面前 使许多血流在地上 看啊 你要生一个儿子 他必成为安宁的人 我必使他得享安宁 不被视为仇敌扰乱 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 在他的日子 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他要做我的子 我要做他的父 我必坚定他国度的王位 使他自你以色列直到永远 我儿啊 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使你亨通 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 正如他指着你所说的 但愿耶和华是你聪明智慧 好按着他吩咐你的去治你以色列 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 那时候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 吩咐以色列的律律典章 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看啊 我辛苦的为耶和华的殿 预备了十万他连得金子 一百万他连得银子 铜和铁多得无法可撑 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 你还可以增添 你有许多工匠 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 以及无数的金银铜铁 你当起来做工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官长 帮助他儿子所罗门 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 他不是使你们视为都平安吗 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 这地已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 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意 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 好将耶和华的约会和神神圣的器皿 都搬进为耶和华的名建造的殿里 历代至上第23章 大卫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就逆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 大卫召集以色列的众领袖 祭司和逆卫人 逆卫人30岁以上的都被数点 他们南定的数目共有38000 其中有24000人管理耶和华殿的事务 有6000人做官长和审判官 有4000人做门口的守卫 又有4000人送赞耶和华 用大卫造的乐器来送赞 大卫把逆卫人格顺 歌侠米纳列的子孙分了半次 属格顺的有拉旦和四美 拉旦的长子是耶歇 还有西坦和约尔共三人 四美的儿子是四罗米、哈薛、哈兰三人 这是拉旦族的组长 四美的儿子是亚哈、希拉、耶乌斯、比尼亚 这四人是四美的儿子 亚哈是长子 希萨是赤子 但耶乌斯和比尼亚的子孙不多 所以算为一族 歌侠的儿子是安南 以色哈、希伯伦、乌靴、巩四人 安南的儿子是亚伦和摩西 亚伦被分别出来 把至圣之物分别为圣 是他和他的子孙 在耶和华面前烧香 侍奉他 奉他的名祝福直到永远 至于神人摩西 他的子孙记名在立位之派下 摩西的儿子是格顺和以利以谢 格顺的儿子长子是西布叶 以利以谢的儿子长子是尼哈比亚 以利以谢没有别的儿子 但尼哈比亚的子孙很多 以色哈的儿子长子是四罗米 西伯伦的儿子长子是耶利亚 赤子是亚马尼亚 三子是亚哈西 赤子是耶加面 乌靴的儿子长子是米加 赤子是耶西亚 米拉利的儿子是摩尼和姆士 摩尼的儿子是以利亚萨和姬士 以利亚萨死了 没有儿子 只有女儿 他们本族姬士的几个儿子 娶了他们为妻 母士的儿子是莫尼 以德 耶利墨共三人 以上是逆位子孙做主长的 按着父系照着南定的树木 二十岁以上登记的 都办理耶和华殿的事物 大卫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已经使他的百姓得享安宁 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 因此逆位人不必再抬帐木 和其中所使用的一切器皿了 照着大卫宁中的话 逆位人二十岁以上的都被赎点 他们的职务是做亚伦子孙的帮手 在耶和华的殿侍奉 造管院子和屋子 竭尽一切圣物 办理神殿的事物 他们负责预备供饼 数祭的细面和五教薄饼 或用盘烤 或用油条盒的祭物 确认其数量和大小 每日早晚 安息日 初一 以及节期 按数造力 经常献凡祭给耶和华的时候 他们赞力称谢赞美耶和华 他们造管会墓和圣索 服侍他们的弟兄 亚伦的子孙 办理耶和华殿的事物 历代字上二十四章 亚伦子孙的班次如下 亚伦的儿子是拉达雅比户 以尼亚撒以他玛 拉达和雅比户 死在他们父亲之先 没有留下儿子 因此以尼亚撒和以他玛 担任祭司的职份 大卫和以尼亚撒的子孙 萨都 以及以他玛的子孙 亚西米勒 把他们按照任务 分成班次 发现以尼亚撒子孙中 做领袖的 比以他玛子孙中 做领袖的更多 就分班如下 以尼亚撒的子孙中 有十六个组长 以他玛的子孙中 有八个组长 他们抽签分配 彼此一样 在圣所和神面前 做领袖的 有以尼亚撒的子孙 也有以他玛的子孙 做书记的立位人 拿弹叶的儿子 士玛雅 在王和领袖 与萨都祭司 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西米勒 以及祭司 和立位人的 祖长面前 记录他们的名字 在以尼亚撒的 子孙中 取一族 在以他玛的子孙中 也取一族 抽签的时候 第一签抽到的是 耶和雅利 第二是耶大雅 第三是哈宁 第四是梭宁 第五是玛基亚 第六是米亚民 第七是哈哥斯 第八是亚比亚 第九是耶稣亚 第十是释迦尼 第十一是以尼亚什 第十二是雅金 第十三是湖巴 第十四是耶士比亚 第十五是毕迦 第十六是阴麦 第十七是西西 第十八是哈皮西 第十九是毕他西亚 第二十是以西节 第二十一是亚金 第二十二是迦末 第二十三是蒂莱亚 第二十四是马西亚 这就是他们侍奉的班次 要照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借他们祖宗 亚伦所吩咐的条例 进入耶和华的殿 办理事物 另为其余的子孙如下 暗南的子孙中有苏巴耶 苏巴耶的子孙中有耶西迪亚 属尼哈比亚 尼哈比亚的儿子中有长子伊士亚 属以色哈人的有四罗摩 四罗摩的子孙中有亚哈 西伯伯伦的儿子中有长子耶尼亚 四子亚马尼亚 三子亚哈西 四子耶加面 乌穴的子孙中有米加 米加的子孙中有沙密 米加的兄弟是伊斯亚 伊斯亚的子孙中有沙加尼亚 米拉尼的儿子是摩尼和姆士 雅西亚的子孙中有比罗 米拉尼的子孙中有属雅西亚的比罗 硕含 撒克 伊比利 属摩尼的有伊尼亚撒 伊尼亚撒没有儿子 属基士 基士的子孙中有耶拉密 姆士的儿子是摩尼 伊德 耶利墨 岸子宗族 这些都是逆位的子孙 他们在大卫王和萨都 以及亚西米勒 与祭司和逆位人的族长面前也抽签 正如他们弟兄亚伦的子孙一样 各族的族长与最年轻的兄弟都一样 好的 那今天就读到这里为止 明天我们继续 感谢观看